先開場啦 大家好 我們 這是禮拜二的後生聚會 然後跟國族做掉 接手相機 然後現在我們會選擇 可以再從那邊 沒有啦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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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上面寫的啦 就是 2004年 原本就是 到處在那個組 組那個無線網路跟 電影插頭 推著一個 open zone 小小的推著 然後其實就是 在這個之前 是 算是計程師 可能是用的聚會 可是後來想說 就是因為 有些人是用PST的 然後就 就想把那個 弄成 就比較 相關的 然後後來就 就是 會有些 有時候會有一些 可以更收買的 但有時候是 一些很小 不管不能收拾 然後 這邊 那邊 我們的網址是 就是 去過W 跟TOSA.OP 然後上面有 那個 OpenMovie的介紹 我抓錢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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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他們每個禮拜老 應該都會這樣 哈哈 哈哈 那 那 那我來介紹工廟 這邊是 摩托工廟 那 因為名字是 Movieya Community Space 台北 那我們是 Movieya支持的一個 社群管理的 社群空間 連得上 每個禮拜 就是 這個空間的目的是 為了要讓 就是 讓 Movieya的社群 還有 TOSA的一些活動 YJ社群來使用 所以說 我們每個禮拜 禮拜二 禮拜五 有Movieya Community的活動 Movieya Community的活動 Movieya Community的聚會 然後 其他時間 就還有一些 就是 不同的社群 來使用場地 那 要怎麼樣知道說 這個空間的 開放 狀況呢 你可以到 MOZTW MOZTW.BAY 摩托工廟的網站 看看 那 網站上面有 行事例跟 活動 就是場地借用的說明 所以說 如果有興趣 來使用這個場地的話 可以按照 網站上面的說明 來聯絡 那 行事例上 如果有活動 都會表示那個時間點 這個空間是開放的 或者是有標明說 就是空間開放的時間 那就是 表示這個空間開放的時間 歡迎大家過來這邊 就是 來使用場地 然後來 就是來這邊 做做來做事情 對 好 那 場地的設備 後面那邊是廁所 然後網路的密碼在牆上 然後 我們場地 的 左後方那邊 門旁邊有一個書櫃 書櫃上面有個箱子 那是 那是 工德箱 捐款箱 所以說如果 大家覺得 等一下覺得 這個場地還不錯的話 離開的時候可以 自己投一些錢 那 捐款箱的前面 有很多是投SARC 但是做什麼 就是如果你的捐款達到一定數目 你覺得說 你的捐款已經到達 那是投SARC的價值 你可以把投SARC帶回價 那 那投SARC 它可以 插螢幕 然後可以吹起 是個很有意義的紀念品 大概就是像國強的樣子 總之呢 就是這個場地歡迎大家來使用 如果 我們 至少還會在這邊待到11月底 11月底之後呢 就不一定了 好 今天剛好還要一年的 OK 那 總之就是這樣子 就歡迎大家來使用場地 那 順便介紹今天的來賓 我們今天邀請到Garry 就是MAYA的工程師Garry 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發題可以請和一下 那等一下就是 就讓Garry自我介紹 好 那我把螢幕前過去了 好 欸 你的螢幕又 沒有 來去電外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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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有一個可以切換HDMI的 去源的工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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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吧 畫面還在 好 好 畫面也還在 可以啊 可以啊 是啊 可以 我按TESTV之前 你們可以 來這個網面 看到不同的語言的 幻燈片 就這樣去 有什麼語言 哦 但是來說 日文 還沒有翻譯好 OK 大家好 我叫Garry Kho 中文名字 荣古丁 今天 我很感謝 墨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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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 做個演講 關於 模糊測試 在墨西拉 開發 大南體中所扮演的角色 今天是我第一天 用中文來解釋 模糊測試這個話題 也是我第一次 連續兩次同一天 用中文來講 模糊測試這個話題 我自己 應該先介紹自己 我在 摩西拉社群 很多年 應該是差不多 03年開始吧 後來 08年 就去 美國 當 intern 實習 之後 就 當作 contractor 幾年 後來就 11年 搬去美國 工作 我自己本身是 原本來自香港 但在新加坡長大 所以我的口音 是混著 不同的地方 現在 我的目的是 飛過來 台灣 和台灣的 同事們 分享 如何利用 模糊測試 來使自己 開發軟體中 提高 效率 同樣 同時 今天我也是 會跟大家 分享 這個話題 首先我想問一下大家 誰對於 模糊測試 這個話題 其實有點 知識 知道大概 是什麼回事 可以解釋 音量嗎 模糊測試 是 利用 審視 用柔子 等一些 各種 運行 或可以運行 然後自動 去 會給你的 審視 然後去 搞出 你 會發生的 發生的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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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說的 跟我 說的那一句 完全 差不多一樣 發生 其實是 包含於 Value Input Invalued Input almost Value Input 就是在邊界 加減1 Value Input 用進去一個 Program 然後看它的 Output Output的意思 不是說看它 Print-X 什麼東西出來 而是看它的 當機 如果它當機 大家就應該 覺得很開心 因為 很開心 然後 什麼是Value Input 打 Gluetooth Specification 可以當作例子吧 如果你的Input 是70%的Power 或者90%的Power 這些是Value的 這些全部是合理的 現實生活上也會存在 如果我們的Power 是-10% -10% Power 那些我們大家都知道是不合理的 一定是不可能發生的 OVERSECURY Input 就是 32 bit boundary 加減1 to the power of 31 加減1 有可能這些 號碼會產生 Buffer Overflow 也是Security bug的 其中一個來源 今天我們會講 出什麼是摩托式 為什麼它會成功 應該測試 Fivebox West 那些部分 還有怎麼能够得到 有效 摩托式的方式 我知道大家 未必是 在Fivebox West 這個東西上工作的 但是你可以 代替這個產品 當中是你自己 在公司自己的產品 它的邏輯差不多是一樣 可能需要調整一下 它的特律 首先我想要收拾一個應用具 就是 Nikolas Danico是負責 Metri 和Low Level 2 是一位 摩托式的經理 他說 在Mozila 使用摩托式 是最有效 使用 QA能力的方式 為什麼呢 因為 如果使用電腦 來找問題的話 是最有效 因為電腦 不需要吃飯 睡覺 喝酒 但是 電腦也未必是最聰明的東西 所以 我們 需要跟電腦 說得很清楚 到底什麼事情 要測試 到底什麼事情 要模糊的 當作是 輸入 輸進你的 短鍵的東西 它是包含 隨機性的 輸入 輸進軟體 有可能找到這幾種問題 當機 當然不只是這幾種問題 有可能會找到Hands 有可能會找到 其他問題 但是 這兩個重點 當機和Assessivation 是最容易 找不到 最明顯的 當機是當機 用不了一個產品 而且這些問題 有可能是在現實生活上出現 所以 模糊測試 找到的問題 未必是罕見的 corner case 有可能是 現實生活上 用戶 有可能 找到的問題 然後 我們用模糊測試 找到的時候 也是會偶爾 利用一些 公開 和一些工具 包括 A線 T線 L線 和 Valger Addressed Sanitizer 是用來找 Memory Safety Problem Threat Sanitizer 是找 Threat Races 然後 B Sanitizer 是用來找 Leaks 他們的Overhead 前三個工具 的Overhead 應該不是很高 百分之可能 不是很吸引 但是 Valger的Overhead 會 比較嚴重 可能會降 你的產品 讓它 慢 三四倍吧 但是他們能夠找到的問題 不一樣 我們 和普希拉平台的模糊測試組 來自不同的地方 歐洲 亞洲 每家 所以有時 想安排時間 來開會 也是來特別 所以我覺得 這是其中一個理由 為什麼他們 不把我搬去美國 那麼 模糊測試工具 有好幾個 其中一個是 Megleby 就是 Michael Zalewski 2000年 差不多年頭 寫出來 是第一個 生產 HTML 的一個工具 Jesman First 是 摩西蘭中的 Jesse Ruderman 大概 0506年 寫出來 生產 JavaScript 代碼 和API Core 的工具 同樣 Done First 是 產生Done API Core 的工具 那麼 這兩個 Fuzzer JSFuzzer 和Done First 現在 我們都是在 進場的用 接下來 Blank First Peach American Fuzzer American Fuzzer Done 這些都是 我們 寫出來 除了 American Fuzzer Fuzzer 以外 這些都是外部 黃色 是 Michael Zawuzzer 寫出來 Lank Fuzzer 是基於語法的一個工具 然後我們可以按進去 就多了解多些工具的用法 Piach 是一個 比較適合 Specification 的工具 如果你 Gluetooth 有Specification 1.0 2.0 4.0 然後你就寫 Data Model 用XNL 寫出來 放進去 這個測試 為什麼會成功 剛才我解釋了 JSFuzzer 成功 這幾年 找到 六星座 而且 12% 我發現 Security critical 是 非常嚴重 我們也有想進去計畫 發現一個Use of the Free 可能獲得 3000-5000 回合 零金 所以大家 想一下 Use of the Free 是一種 Security for C++ 的 特別 它們沒有寫大好的时候 會承受這個狀況 那 這個就是 C++ 的 是什么好备的 刚才的问题是 什么是use of the free 六千多的话百分之十二个巴仙是security paypal 就是说大概七百多的话是security吧 非常严重的security吧 如果我们将三千到五千块乘七百的话 我们差不多已经省了两百万 总之内部找到越多问题 外部就找到越少 一般来说 而且讲经济话 百分极program不只是抹击类 Google也有 那么为什么模糊设施也没成功呢 因为在security conferences 好像black hat usa 每年八月在拉斯文教师会办的会议 这几年就越来越多 security researcher都是讨论 模糊测试这个话题 而且每年的三月 在温多华范远的一个会议 叫Kentang West 之中有一个叫Kentang West 就是专门邀请人入侵浏览器的一个比赛 其中几位赛 其中几位赢者 Charlie Miller 也是利用模糊测试来答问题 包括2014年 差不多每年都是有赢者用模糊测试来答问题 那么我们如何用模糊测试来找问题呢 潜在的目标 主机有可能是手机模拟器 就是Eminator 或者Newland 可以积架刷 Security box 有可能出现的不特别位置 有这几种 如果是用非安全 职负安全的电脑里面来写 包括西加架内 或者没有在沙盒里分割的好 那些分析入境者能控制的输入 实行保护电阶制式 Maintain Security Boundaries 或者维持不变的重要条件 这些都是Security Box有可能出现的位置 还有就是如果其他电脑专家正在研究某一种地方 我们也大概应该问问他们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大家一起分享 有些地方可能我们是想不大 但是外面的专家有可能知道 那么如何能够从哪里开始进行模测试呢 如果是FirefoxOS这个产品这个专案 应该从能够隔离的模组里开始 一个例子就是Firefox Clouds内有一个叫Spider Monkey的JavaScript引擎 而且Spider Monkey引擎也是在很多产品里有大货 然后Funderware跟FirefoxOS 我们是能够编一个只是Firefox的一个软体出来 而不用编整个browser 比如说你可以省很多时候 因为你只是编你所有兴趣的那一部分出来 这就是比较好的开始 这就是比较好的开始 进行Furzing的地方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写的软体一定会有问题 当我们集中在某几个方面先来找问题的时候 没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出现 暂时来说 It's less noisy 不然你太多东西了 FirefoxOS没有几层 第一是Gaia Gecko和Gonk 第二是Gecko 第三是Gonk 就是Gaia是面对用户的那一层 Gecko是中间的平台 跟Firefox Browser公用的平台 Gonk是比较靠近手机硬体的那部分 那么在Gaia如果用模式设施的话 就可以找到比较是面对用户的问题 Gaia方面 Store API 手机专用的API 有可能 是一个 找到问题的地方 同样手机的crime 那么 现在来说 任何能够在FirefoxOS测试的范围 会比较好 因为系统已经在FirefoxOS制造出来 同样如果你们的产品有些地方 已经在一个比较 Mature 的地方 已经有测试的话 让他们来测试 新的产品就 制造其他东西出来 现在我会给一个概念示范 就是如何在一个电话 利用模模测试 来尝试找问题 但是荧幕有点小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首先大家看一下 这是在我手中 这是一个frame 就是讨着FirefoxOS 那么 在上面的萤幕 我会先讨讨 dblogcat 给去显示出 他现在在讨什么 是一个log 而已 logging 然后我就会启动 然后他就会在电话里面 所拥有的软件 随便选一个来启动 我不管他启动什么 相机看到吗 哈哈哈哈 几天前我尝试好 6个钟头 没有问题出现 也是算是一个停车 因为我几天前 好这个发展的时候 过了20分钟 这就当你了 哈哈哈哈 大家也能够看到 在 萤幕上 他现在讨这个 魔后测试工具的时候 他所讨的 软件 他的logging 全部都显示出 他真要开始 启动 什么软件 就是说 如果你 你跑了500个步骤 你遇见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需要知道 你的500个步骤 是什么 之后 就利用一个叫 Test case reducer 能够缩减 测试案例 的一个工具 来将这500个步骤 剪下来 可能只需要有 这个步骤 就能够 使那个问题 解释出来 一般来说 我们 不需要 有500个步骤 来令他那个问题 解释出来 那么你有一个缩减的 测试案例之后 我们就可以继续用二分法 来找他们的结果 大概知道 在哪一个时间 哪一个change step 令到 这个问题出现 这个bug出现 令到这个bug出现 写他的patch工程师 也就是 最能够知道 怎么修 这个bug的人 因为他可能在三天前 看过这些代码 如果我们等到之后 可能过三四个月之后 才看的话 就算是同一工程师 他的未必会知道 三四个月前 他都过什么代码 有第二个可能性 就算 这个bug成师 不是那个 知道这个问题 这个bug成师的话 他有可能知道 哦 是做隔壁的那一位 或者 哦 可能是我一起合作 来自欧洲的工程师 写的那部分 我就直接 可以问他 那么这个过程中 只关于工程师 没有影响到管理层 也没有影响到测试的男主 效应是比较高 因为你不用把东西 丢来出去 你不用说 你来找人 他来找人 因为 他的斗生法的结果 已经告诉你 应该找什么人 那么当你能够把这些工具 自动化的话 电脑就可以告诉你 谁应该看这个问题 release manager 也会知道 哦 这个问题 只是在2.13分 不在2.23分 或者只是在2.3分 未必在2.4分 到这时候有没有什么疑问 关于摩托试 或者我的 概念示范 有没有什么疑问 有没有什么疑问 我问一下 你会在这些训练之后 在这些训练之后 有没有什么疑问 问题就是摩托试 会在unicat store 还是在做完了整个产品之后 才做这个摩托试 我自己本身觉得 当你的产品差不多要完毕 差不多有个alpha version 出现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开始 摩托试 而且这个系统也应该跟 test sheets test case 有一种隔离 不同的系统 为什么 上面我们就会讲多一些 因为摩托试 可以帮你生产一些 一些新的测试按钮出来 新的test case 出来 那么你把它缩减之后 你把那个问题解决了之后 你就可以把这些test case 放回repositive 对吧 你又不用找人来写 新的test case 因为电脑可以帮你 打生新的test case 出来 一时两秒或者一时三秒 但是你达到这个梦想之前 其实有很多部分 它的流程 整个流程有可能很复杂 但是如果我们简介人来讲的话 它的流程其实只是包括你的input 跟output 你的input是放什么进去 你的output 我就是要知道它几时当地 我就要知道它几时数月 或者其他 我觉得需要知道的问题 好像hands 或者racers 那种问题 那么你先做好这个流程之后 我们在中间就插一些test case 导致 中间才插一些 的办法结果 可能是当时是手动 慢慢慢慢就用电脑 自动化 而且当你发展规模越大的时候 有很多成果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放上dashboard 就有一个萤幕很快的看到 哪个项目哪个部分是有包含摩托试的 有些没有的 然后就利用这资料 自然 来使你的摩托试的工具更加有进展 更加有进展 整个是一个流圈 但是遇到 达到这个流程之前 我们先要了解一下 大型专案通常会遇到什么问题 通常他们遇到的问题就是 太多问题 太多box 不懂从哪里开始 对吧 不够测试安理 Not enough test cases 有压力要我写多一点安理出来 但是我想不到有什么新的安理 什么新的范围 而且我不够能力来找问题 不够能力 来写多一点测试安理 不够测试可以利用电脑来帮忙 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第四点我觉得是蛮特别的 是抵抗性 什么是抵抗性呢 我打个例子 如果一位工程师 那个corner 有三个go 三个box 要解的 突然间 在工作的时候 有二十个摩托试 找到法处线 哇 从三个变二十三个 你很自然的会先解什么 先解什么 你很自然的是 你会先解三个go的吧 哪有人会破坏自己的办法 对吧 影响到薪水 但是你不解 你这二十个摩托试 找到的报的时候 可能过了几个月 他去到另外一个阶段 testing的时候 二十个box之中 有两个box 他们就找到 如果他们到时候找到 你导图现在已经 如果他们 始导都会找到 就算 internal testing 或者IoT testing 找不到的话 好 你把它放出去 给用户 如果用户找得到的话 你是不是始导 还是要解这个问题 你过了这一段时间 你过了这几个月 甚至这几年 还要看回你以前写过的代码 你会记得吗 可能记得 但是记得很少 如果你 那种问题 是安全漏洞的话 放出来给其异 用户 甚至上报纸 什么什么 产品 不仅就是浪费更加多时间 因为到时候 可能会有老板 周末的时候 打电话给你 不要 你立刻休止这个问题 倒不如 你一开始的时候 就慢慢慢慢 解这些问题 那么 不只太多box的时候 也偶尔会难找到严重的box 什么意思呢 啥都意思 如果你有一个严重的box 但它只是 显示出来一次而已 而你有另外一个非严重的box 不严重的 但是它只是pre-net 十万个statement出来 隐藏到你严重的box 那条线 那个line的时候 是不是更够杂 不然你看到你的box 100Mb 100Mb 你从哪开始 所以 这种 摩托车式工具 工具上的问题 也是 必须要修的 但是我答这个例子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要在你们的产品 想一下到底 到底我应该写什么的 进展 怎么写什么的hash 会令到我们 更加容易找到严重的问题 更加容易找到我想要找的问题 那么 接下来我想要做个案例分析 是托车式工具 在摩西拉 托车式工具 其实 跟现在 大规模专案 遇到的问题 其实那时候 07年 06年的时候 也是差不多同样的种化 太过半 产生抵抗性 但是慢慢慢慢 他们就发现 他的价值在哪 而且现在 摩托车式组织 已经变成他们的QA组 但是需要时间 来实现 大概两三年 就算你能够改变到系统 你也需要时间 改变到思想 无论你的工程师 多聪明多好 人类都会犯错 而且人类是显然一体的 所以大家说 难比 没有问题 现在的状况就是 摩托车式找到的话 是很简介 在每个报告之中 有Statrix 有一个缩小的 刺算力 而且也有 刺算法的结果 所以 现在这种报告 是受欢迎的 因为他不用 看一个 real world test kits 一个真正的网页 然后有 10个metabyte的HGM 两届 全部混在一起 有时这些问题 是现实世界 缺陷的方法 所以造成有时工程师 会等待 某测试的报告 当然不会等很久了 可能等24个小时 如果有一个简介的报告 我先把他讲了 因为其实 他是一样的问题 另一个英文句 就是 Engrius Kea 是Engrius Kea 以前的一个CBO 他是说 时候 如果没有Jesda 我不会再多写 一个简介的 他讲这一句的时候 是08年 当时候 我先打出第一个 新的JIT编译器 叫TraceMonkey 过了这几年 编译器也变了 同样 Monkey的名字也变了 以前是TraceMonkey 这边 也一个Monkey 现在是IonMonkey 如果按一下这个link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他 其实是 在 08年 10月 这样吧 Jesda 是我们其中一位 员工 我的同事 总之 大家一起合作 测试组 自动化工具 的 员工 同事们 和工程师 是一起合作 工程师修补 然后 某某测试 找到 将测试案例 输入 Mosilla Central 输入你们的 repository 然后这些就可以增加 B型测试的 数量 increase the number of starting points Mosilla Central 同时解决 那个不够 测试案例的问题 同样 工程师也可以帮忙 写找 Bug 的代码 增加assertions 和测试 程式 数量 制造一些独立的测试按键 测试组件 出来 就例如 刚才我鼓出的 JavaScript Shell SpiderMonkey Shell 只是那一个部分而已 你不用每次编整个浓试 出来 还花时间 支援动态信息工具 因为这些工具是能够帮我们找到 问题 而且 很多时候 这些 风策分析工具 是帮我们找到严重的问题 严重的 人家认识 Deportments Buffer Locker Floor 之类 后果是什么呢 找到了安全漏洞 Security box 当然是high priority First blocker 也是high priority 什么是First blocker 摩托是严重 bug的问题 就那些 令我们很难找到严重的问题 的问题 好像刚才 OK 摩托是找到的话 就比较low priority 因为 如果你有三个 够的话 你有另外二十个 摩托是找到的 反过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 知道哪一些比较重要 你不可能 而且不够能力来 那时候 解所有的办 但总之 内部找到越多 外部就找到越少 发展越广 就找到越多办 放在EC2 club的时候 你一开 就开几十个 实例 几十个EC2 instances 帮你们找问题 帮你们找问题 但FiveGustWise 现在也是险在 蛮多困难的 而且每一个产品 都会有一些 独特的险在的困难 如果是 以FiveGustWise 这个产品来说 他们暂时 是不存在 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或是在哪 发生什么 故障 同样 当你的手机 的Kernel 发生故障的时候 大家都暂时来说 不是很知道 发生什么事 地方Information 也没什么办法 而答应 你的手机 已经 遇到故障 自动化的工序 需要容易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测试主 是用这些工序 来找问题 而且 而且就算 摩托试主 不是利用这些工序 的话 其他 其他部门也是 利用这些工序 来做hashtag 当然 最后一点 是大家都知道的 手机不够强大 但可能过几年 手机会够强大的时候 我们又再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在四年后 手机是四年后的不够强大 那么 利用摩托试有几个 成功因素 为什么 某些个平台会成功 就因为有 这几个 伤害 就是 patch man on the front first 这样 把patch推出来 是代号 有点像train model 如果大家的产品 不是利用train model 的话 可能 设计就要改变一下 就要稍微调整一下 某些是严重的buck 不一定要修理 不是丢在一边 还有就是 测试安理很少被关闭 shelden rarely disabled test 你看到一个sk is fail的时候 不要简装 看不到 把它关掉 如果这些 因素 是有稍微的改变之后 测试一下 调整一下 放大一点 那么如何开始呢 这是我们建议这种画的组件 首先 首先 制造 输入 输入 找个 后果 输入 就是 input 找到的后果 适当地 或者设施非典 慢慢慢慢有时间之后 就在中间 插入intumentation 帮忙 通开分析工具 监测 monitor 大家都看到 我刚才给了 mary first的概念示范 现在还在跑 你跑摩测试的工具之后 最重要的是能够跑24小时 365天 因为 当它停止了之后 电脑 是不会帮你开的电脑 是不会帮你开的电脑 lock vanity 当你有很多手机 很多产品 很多executable 在跑的时候 在测试的时候 或者很多台电脑 跑的时候 大家的locks 要在一个地方集中 集中之中 集中之中 也是要知道 哪一个老师 来自哪一个当地 哪一台电脑 然后 才想如何 缩减测试安理 将500个路灶 变成 两三个路灶 如果当时 不能够自动化的话 手动是可以 慢慢慢慢一步一步 同用 同样的话 用二分法 找个结果出来 现在很方便 现在有git 跟mature 都支持bysets 这个command 如果你还是用以前的 cds 或者sdm的话 可能要稍微想一下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 这几个slides 比较是 形容 明台的 毛泽士组 我会能够给 Firebox Respirer的建议 就是 这几位同事 还是比较 几个方面 有专业家 不同的员工 是在不同方面的 专长 有不同方面的专长 在这 如果大家 按 n 就可以看到 一些 presentation notes 什么是例点 例点就是我们 所说的 测试案例 能够缩解 测试案例的 软理 这些代码 全部都 我们已经放上 github 如果你们有兴趣 可以 尝试在你们的软体上 可以 peach 是一个 很适合 有 specification 像 bluetooth 1.0.0 4.0 spec 的工具 如果 你是负责 Wi-Fi 或者什么 什么有 specification 的一键盘子 可能有什么 有利用 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尊常的是 Gaia 它其实是手机上 一个用户所看得到的问题 Mary Plus就是这个 Gaia 示范里的这个 项目的名字 我现在也有曾经 演讲过许多次的 关于 某測试 但是 这些全部都是英文 今天是第一次用作文的 这些都是我们 Github Projects的几个link Fun First 和Fun First的工具也是 摆上去Github 如果大家 有空 而且 technical ability 已经到了某个程度的话 可以尝试 用来找 Use up for free 用来找 Memory safety problem 尝试 拿那个 奖金 因为每个漏洞 有可能 有可能 得到三千 到五千 美金 好像是 最近是台币一万多万 如果你这个工具 能够帮你找到十个人 就用数据 抵上一下 然后楼架好像就是 卖电脑的 然后你需要 但是他的 technical information 就 比较高 First Manager 是一个模式工具的管理题 其实他能够收集很多 资料 在一个网页上 展示给大家 这个report 从这个电脑出来的 他能够一起收集 Consolidate 给你一个 3D Glass 等等 Nike 是帮忙管理 EC2的 实力工具 你不用去 web interface 你自己在 扣马上 你可以 启动 关闭 而且EC2 instances 这些代码全都是 在 GitHub 到这 第一步 有什么 问题呢 就是 这样看起来 在做发型的时候 你会 要准备 是 用模拟器 在跑 这样的东西 因为一般来说 我没有那么多 手机 但是我要做发型 在这里 大家会有很多 没有办法 做很多 大量的 想问一下 我们在做模拟器的时候 会使用 蓄力技术 或是用模拟器 配合 模拟器 好 问题就是 我们会不会用 模拟器来 测试 产品 会 我们是会用模拟器 但是 因为你想 编那个模拟器出来 需要很长的时间 有时 我们比较选择 用 一个 shell 一个 wrapper 包容 你那个 代码 那个部分 如果你是 Glutube 只是一个Glutube的wrapper 一个shell 但是不存在 如果是JavaScript 就有一个spinal shell 那么那个就存在 同样 如果你是 关心 Firefox的Network Code 有一个叫 Network shell Network shell 什么之类 那么 如果我们用这些比较小类的 产品来测试的话 第一 编得比较快 第二 他的startup和shutdown的时间 也是比较快 第三 他跑得比较快 因为你不需要 跑其他的范围的代码 一次 你跑二分法结果的时候 也是比较快 因为你每次二分法编一次的时候 你需要的时间 比较少 哪个例子 如果我是用分法结果 来找 Firefox Browser 的一个 结果的话 我们大概需要 可能十多个小时 因为你每次的建议 需要 四十五分钟后的一个小时 但是如果同一个问题 我在 JavaScript shell 能够 reproduce的话 我利用的时间 可能只是 一到一个半小时 因为 就算 你用十五 十六 四 的二分法 最近很大 除了POWER15 2016 已经是很大 很快 就会找到 所以 就是 这 测试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 比较喜欢测试一个 比较集中 集中理关系代码的那一部分 当然我们也有测试 emulator 但是如果你测试 模拟器的话 跟测试 电话好像没什么差别 只是它的 host不一样 但我想到一个 的确如果用模拟器的话 能够 实现的好处 而且电话是不能够实现的 就是你能够摆在 Easy2上面 然后你经过 Easy2 你按就有500个Easy2 你说如果你今天 不是一个限制的话 我就立刻有500个 模拟器 帮我测试我的产品 这是更好 好过我需要人手 来管理500个手机 你插线 插到来都一定这样 就是这个分别 可是 三个部分 三个阶段 第一就是电话 第二就是模拟器 第三就是 我最想focus 代码的那一部分 那个是最有点 但是 那一部分 是测试组 应该是写不出的 因为他真的需要 那一组的工程师 写或者编一个share出来 而且他们编这个share出来的时候 不只是测试组的用 他们自己也是可以 因为他们在写新的 新的feature的时候 可以尝试在 那个share那里 写出来 然后 差不多 好的时候 才编一个整个 产品 整个fairbox 出来 就比较大 效率 因为你们也是 compromise 所以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因为 所以 我们在做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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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所以我们需要 那么他说是 一个大的产品有很多模组 每个模组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未必会出现在log 分开不同的组件的时候 会比较理想 比较清楚 我认同 你说出几个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几个重点 就是第一 不同的模组 会隐藏 其他模组 出现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要解决这个的话你可以 在DebugView里面 放一些代码 如果遇到这个状况 立刻当定 但是你这种代码未必是 出现在production code 你不希望用户一次都当定 你放这些代码的时候同时也是可以放 一些令到A3或者 Valget找到问题 的代码 Intrementation 放进去 Intrementation code 放进去 也是会 可以放到你 找到问题 将不同的组件分隔起来的问题 也是 好处 清楚 就是 比较清楚 什么问题属于哪个组件 第二 不同的组件需要少的比较少的时间来开关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 目的 但是我们大家也要记住 有些问题需要A B C和D的 模组一起好的时候在某种状况之后当机 但这种是比较 高难度的问题 我们先解决 先找到那些容易找不到的问题 然后才开始想一些 策略 怎么找那些比较难找的 我们先 catch the long-handing tool 找那些 简单的 比较简单的 才 找其他的 比较复杂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疑问 我听你前面说在做那个 最好在开发的时候 也从设备跑在那里 激到他会找出来 这样的话会不会变得是 输出了或者是电口 因为有时候开发的时候不然之间 达到新的 问题就是 OK问题就是 我之前提过开发的时候开什么测试 那么会不会 影响到如果突然间 测试的时候在中间有新的feature 会有什么伤害的影响 那么我的答复就是 应该会有影响但是大家都是用 version control的时候 应该会解决到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我是测试组 我找到这个bug 我是告诉工程师 我是在某某evision这个hashtag出现了 然后工程师就可以看到那个evision chainset 就知道 在那段时间 他的新的代码也没有进得出 在开发的时候差不多 那个delpa quality开始模测试 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如果 测试到某个阶段 拼命的找到很多很多问题 他们修复 三个礼拜还没有停 还是很多很多问题 有时候工程师就会开始想 到底我的architecture是不是 制造的不好 在那个阶段 重新 fool the project 退出来 重新的写出一个新的architecture 出来 好过你等到beta quality 等到 把产品放出去用户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你是 没有那么好的 才 重新开始先 我们觉得那个阶段也不是太迟了 就算不是太迟了 可以浪费很多 但是如果你 不在那时候模糊测试 如果你太短模糊测试的话你也会影响到 工程师的心态因为他们有几个basic concept一定要放进去 所以其实 模糊测试在alpha stage 我们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阶段 但是因为每个产品不一样 每个产品的alpha stage 是不同的 时段所以大家就要理解 你们的产品 不用 印证印说 一定要是这个时候开始 一定要是在那个地方开始 大家有没有有一点的 开始背景 很醒 如果大家没什么 疑问的时候 我就 进入个结论 工程师 通开工具的 工程师 和测试组 和测试组 QA组 和测试组 大家都是很重要的 联工 但是大家需要知道 软体永远是会有问题的 你写的那个patch 有问题的时候 有bug的时候 并不代表你是一个不好的 工程师 只是代表说大家一起合作 如果内部找到多的问题 外部就找到越少 而且如果你在那个阶段 修补这些问题的时候 可能以后会省你很多时间 同时也有可能会告诉你 到底我拿patch多的好吗 大家一起合作 就能够创造更好的未来 一直来好像要选总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我还会待这一阵子 如果大家想用什么语言来发表疑问的话 我也是欢迎你 如果大家有疑问想要联络我的话 就是我的电邮 GKIDAWN 我需要我会读英文 我们先第一次 要把第一次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那接下来就是回归 原本COLSA的活动 那我们转播就到此 到此结束了 拜拜 拜拜 谢谢 再看一下 好多好多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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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